CBA总决赛大幕已经落下 但是CBA总决赛给球迷朋友留下的深刻印象始终没有消退 八一队老儿弥坚重置成城 用胜利的奖杯再次诠释了团结的真正含义 那下面呢我们就用独特的视角来解读本赛季精彩激烈的CBA总决赛 无论从整体实力体能竹场等各个方面分析 广东队在总决赛中占有绝对的优势 四年来坐镇主场14次击溃八一队就是最好的正名 唯一能令广东队将士不安的因素只有回家的游子王志志 可八一队主帅阿迪江排出的首发阵容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作为核心的王志志竟然没有首发 甚至连队长比难也被血藏 双方场上球员的实力差距让广东队迅速取得了领先 但首阶落后不到10分 对于八一队来说已经是完成了赛前的战术安排 阿迪江前十分钟没有让王志志抵南登老将上场 为后发制人储备了充足的体能 另一方面阿迪江的变阵也完全打乱了广东队的赛前战术安排 广东队防守阵型由于不适应八一队的变阵而频繁变换 随着比赛的进行 场上的局势逐渐走上了八一队的节奏 尤其是大致第四节的出色发挥 更是让广东队的外援击沉毫无办法 最终八一队在客场赢得了首场胜利 主帅阿迪江的变阵自然功不可没 如果单纯从比分来看 第二场比赛40分的巨大分差 不仅创了CBA总决赛的分差新高 也是双方交战史上的最大分差 57分也创下了八一队历史上的单场最低得分 本场比赛 八一队依然没有派上王志志和李南等核心球员首发出场 仅仅用两天的时间进行体能恢复 难度极大 况且坐镇主场的广东队 肯定会全力反扑 如果近线皮态的八一继续迎投针锋相对 那么无疑是凶多吉少 更为严重的是 回到主场的体能将得不到保证 所以八一队在第二场采取了战略性的放弃 这也是造成40分巨大分差的根本原因 反观广东队 在大比分遥遥领先的情况下 依然把一剑连这样的绝对主力放在场上 继续消耗体力 显然并不合理 对于七场四胜制的比赛 体能储备更为重要 所以本场比赛广东队 虽然赢得了比分 但却输掉了战略 八一队和广东队的第三回合较量 用惊天逆转来形容毫无为过 比分一度落后20分的八一队 硬是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坚韧的团队协作能力力挽狂澜 让人再一次想起了那久违的八一王朝 本场比赛 广东队依然延续着上一场的速度打发 体能上的优势 依旧让八一队难以跟上比赛的节奏 现在退手 这是向您赛前所介绍的 还是没有人抢篮板 又是杜峰一条龙 连着三个一条龙了 一条龙往回打 又是王志鹏 现在是25比16 今天八一队的防守上还是出现一些问题 中投急停 半场结束时 广东队以54比43领先八一队11分 下半场一开始 王志鹏底线转身跳投命中 为八一队开了个好投 而他们的防守也有所改善 扩大的趋势压迫防守 让广东队的速度优势难以发挥 好球 大致是在右侧打摆入框 这个效果不好 好的 王中光这球传得漂亮 有20米左右的长传 中投 这个机场那个半截篮 三四米四五米 这个半截篮还是命中率蛮高的 随后的几分钟内 广东队仅仅只得到了四分 尽管一剑连挺身而出 为球队稳住了阵脚 但他们显然打得不如上半场那样自信 而八一队则在主场球迷热情的助威声中 越打越勇 第三节结束时 八一队一鼓作气将分叉缩小到了各位树内 为第四节的强势逆转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开始后 张静松毫无疑问的成为了八一队表现最活跃的球员 他连续得分 使八一队将比分紧紧咬住 广东队虽然在篮板球方面的表现明显好于八一队 但他们还是错失了多次二次进攻的机会 在比赛还剩40秒的时候 王忠光帮助八一队领先了两分 关键时刻 广东队的外援击沉的失误让球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最终八一队的主场惊险的以88比83逆转了广东队 极大的鼓舞了全队的士气 也将主动拳牢牢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经过三场比赛的较量 双方已经知己知彼 纯粹的技战术安排已经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决定比赛胜负的已经变成了意志力和心态的较量 第四场比赛的开局跟前几场一样 客场作战的广东队依靠杜峰和王世宏的出色发挥 早早取得了领先的优势 而八一队方面没有依靠着王志志的篮下强攻 使得比分没有落后太多 第二节进行到7分16秒的时候 莫科45度角头中三分 将分差缩小至三分 紧接着杜峰打板命中 使广东队将差距再次控制在55分 第二节接近尾声时 王世宏吃到了第三次范规 但由于他对裁判的判罚不满 结果招致了一次技术范规 在上半场比赛结束时 八一队以38比41紧落后广东队三分 第三节开始后 杜峰 朱芳宇轮番进攻得分 将双方的差距再度拉开 关键时刻 八一队的王中光再次扮演着旧兵的角色 他的后仰投篮和上篮得手 又令比赛的局面突朔迷离 而广东队状态低迷的一剑联 也渐渐找回了感觉 尽管王志志随后也回敬了两分 但一剑联再度中投命中 使双方的差距拉大到了11分 第四节开始后 王中光命中三分 令八一队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在一拨7比0的小高潮过后 八一队将分差追到只差1分 比赛进入了胶着状态 关键时刻 王志志命中三分 帮助主队反超了比分 但比赛并未就此结束 整场比赛状态不佳的一剑联 在还剩19秒时 跳投得手将比赛拖入了加时 然而八一队在加时赛中 延续了第四节的良好状态 还剩1分09秒时 已经领先广东队6分 最后大致遭到对手犯规 两罚全中 为本队锁定胜局 最终八一以103比100战胜了广东 率先拿到了总决赛的赛点 虽然第五场赛前 很多人猜测 八一队很有可能再次战略放弃 以便保存实力 回到自己的主场 一举夺取总冠军 可是老将们的体能和信心 让他们不可能放弃 乘胜追击的大好机会 在总比分3比1的形势下 心理优势 让八一队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 在客场问鼎 本场比赛 是八一队无偿比赛以来 首次在首截就取得领先 足以说明 主动出击的战术思想 已经取代了以往 八一队的保守策略 全场比赛 八一队在比分和气势上 始终压制着广东队 仿佛把东莞 当成了宁波的主场 没有让胜利 从自己的手中划过 88比83 八一队最终 完成了第八次 夺取CBA总冠军的壮举 时隔四年之后 八一队终于重新夺回了 CBA总冠军 会说一年前 广东队以4比1战胜了 八一队 如今八一队又以4比1 战胜了广东队 几乎是同样的两支队伍 却是相反的结果 那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 是谁让八一队变得如此强大呢 答案毫无疑问 就是王志志 随着CBA总冠赛第五场比赛 中场哨音的吹响 冯远王朝的四连冠之梦 被八一队彻底击碎 而王志志 也在他回归之后的第一个总冠赛中 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上演了一场篮球场上的 王者归来 个人第七座 球队第八座 CBA总决赛冠军奖杯 都是对这位归来的王者最好的嘉奖 从当年的希望之心 到如今球队的顶梁柱 三十岁的大志 经历过风光无限 也感受过低潮落寞 两米一六的绝对高度 少年得知的绝对热情 王志志的横空出世 开启了中国篮球的偶像时代 六年前 当大志踏上赴美航班的时候 在他的身后 是球迷们的鲜花和掌声 在他的面前 则是一段 崭新的生活 2001年4月5日 王志志首次亮相NBA 他所效率的达拉斯小牛队 主场对阵亚谈大英队 在第二节还剩下16秒时 王志志替武出场 现场观众全体起立 把掌声献给这个 NBA赛场上的亚洲第一人 第四季比赛进行到 7分41秒时 王志志再次上场 他接到队友传球果断出手 投进了自己 NBA生涯的第一个进球 这场比赛 他出场8分钟 共得到6分 拿下三个篮板 算得上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略显单薄的身体 却制约着 他的篮下的表现 所谓另一中锋 他始终没能得到 首发的名字 2002年的那个夏天 为了自己在NBA的前途 王志志最终选择 留在了美国 对于强调集体利益的 中国人来说 王志志的选择 让关心他的人难以理解 有些人甚至质疑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 他会不会出现在 中国队的主力名单中 一时间 王志志成为中史之地 关于他的负面报道 铺天盖地 而他只能在大洋彼岸 独自承受着这一切 然而 身为一个中国人 王志志对祖国的思念 一刻也没有停止 并且曾经身为 北京深奥大使的他 更是向往在家门口的 奥运会赛场上搭去 与此同时 篮管中心也始终没有放弃 对王志志的关心 几经努力 王志志终于确定了 回国的日程 重新面对家人和朋友 重新面对关心他的球迷 其实回来 比不回来需要更大的勇气 因为当时年轻嘛 就做了很多不好的 做的决定 但是既然说能够下阴心回来 而且很大的观点还是 我觉得还希望能够为国家军队再做出自己的贡献 2006年10月11号 在阔别五年之后 曾经的中国篮球第一人 又回到了他熟悉而有点陌生的CBS赛场 当身披红色战袍的王志志现身现场 联想新赛季战鼓的时候 全场观众用最大分贝的尖叫 欢迎这位久违的游子 本赛季联赛 他打了39场 拿下了所有CBS球员中最高的1044分 另外还有399版本 如今身为人父的大志 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追风少年 但是他的脚步依然清零 岁月的磨练 让他在总决赛的赛场上 比年轻一代拥有了更多的经验 就算人们以为总决赛还是会像以前一样 以广东队的横扫而结束的时候 八一队竟然上演了荡气回肠的绝地大反击 在五场过程跌宕起伏的巅峰对决之后 王志志带领八一重将士们 将军旗重新插上了CBS殿 这个冠军虽说对于我来说意义很大 我也感谢每个队友 还要关心我们的人 支持我们球迷 我谢谢大家 我也和一直努力 还有2008我们共同的梦想 其实中国南南要想在2008年实现突破 除了需要王志志等老将的经验外 易建连领先的新生代门的冲进也同样重要 本次总决赛是易建连的最后一次CBS总决赛 夺冠在走 阿联下一个姚明 这是球迷们送给阿联的标语 而这一切随着比赛结束而成为了美好的回忆 阿联并没有完成自己以及球迷的心愿 他所在的广东队输给了八一队 在他之前 大志和姚明都是在夺取了CBS总冠军之后 才加盟NM 但阿联并没有继续谈他们的故事 连许是对自己的队伍太有信心了 连许是太渴望赢一场胜利结束自己的CBS征程 易建连对这次失利感到非常遗憾 不是一点遗憾而已嘛 非常遗憾 比赛当中可能球员也是太想拦着冠军了 你看这联赛已经结束了 觉得只能说我们要从头开始了 不要因为这个一次的一个挫折 失去这骨气 在没有王志志的CBS 易建连没有品伴过失败的资料 可是有了回归的王志志 连续无偿总决赛 易建连的优势大打折扣 即将登陆NBA 易建连应该也明白 这次的总决赛失利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的路上有更多的挑战 等待着他 虽然易建连没能带上第四个CBA总冠军 来结束他的CBA之路 确实有些遗憾 但是易建连即将登上更大的舞台 来展示他的篮球才能 进入NBA是每个篮球运动员的梦想 如今易建连离这个梦想的地方 已经越来越近了 4月11日易建连即将启程去美国 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封闭训练 为6月份的NBA选秀做最后的准备 美国对易建连来说 并不陌生 因为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他曾经多次前往美国 参加那里的篮球精英训练营 这一刻曾经让数以亿计的球迷 为之振奋与惊喜 因为球迷们看到了中国南兰的爆发和希望 中国南兰在姚明王志志的带领下日趋成熟 也才不断地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又潜力的年轻人 而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肯定是被球迷们寄以厚望的易建连 而就在刚刚结束的CBA总决赛的前两场 出现了一群以往完全没有的观众 他们是来自NBA的观摩团 里面有NBA球队的高层管理人员 也有一些经验丰富地求他 NBA怎么突然对CBA总决赛产生这么大的兴趣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广东队的易建连 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希望之心 作为即将登陆NBA的第四个工作人 易建连原本想用第四个CBA总冠军 为自己的CBA之路画上完美的句号 然而现实似乎有些遗憾 但易建连在联赛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了 他有实力去参加即将开始的NBA选讯 易建连的篮球之路可以说是比较顺利 因为他年少时多次被送往德国和美国的篮球训练营参加集训 接触到的都是最为先进的篮球理念 2004年易建连就来到美国NBA强队 马次队的大本营圣安东尼奥参加篮球精英训练营 营中汇集了世界各地有篮球天赋的年轻人 NBA现役球员中就有加内特诺维斯基等人在这儿锻炼过 教练坎巴是意大利人 他在1979年到1992年之间直交意大利队 并且带队获得了1980年奥运会的亚军 名叫加健将就是篮球精英训练营的模式 一些年在这里所感受到的篮球氛围 是他不曾体会过的 我觉得这种训练对我很大帮助 跟全球的一些都是一些高手 感觉自己在这训练里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的东西 在各国年轻的篮球好手当中 2米12的易建连表现得非常显眼 美国媒体和NBA球探的关注 随着易建连的成长在逐渐升温 在训练营即将结束的时候 所有的队员组成了一支国际联队 和美国高中联队打了一场比赛 虽然在这场比赛中 易建连的表现不是特别突出 出场28分钟只得到了7分和7个篮板 但是教练坎巴对这个中国小伙子 还是非常看好 就像当时训练营的教练 现在的易建连已经成长了一个出色的运动员 对于踏上NBA征程他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再加上姚明王志志为他打好的NBA前站和良好的舆论分威 易建连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去NBA还应该学习分威 如果易建连成功登陆NBA 那么与相同位置的顶级球员竞争 对易建连来说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更是登陆NBA后给他成长空间的开始 他自己很清楚这一点 不断地一个去进步去成长 都需要慢慢去加强革命的身体技术 革命都要加强 突出的身体条件 俊朗帅气的外表 清和成本的性格 易建连仿佛天生就具备了明星球员的特质 自然也就受到了众多球迷的热情拥护 而易建连无论是在CBA联赛当中 还是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 他的表现没有让支持他的人感到失望 他也在努力地与他的梦想接近 小时候的易建连还看不出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 不过他父母将近1米85的平均身高 也注定易建连是个大哥 小阿联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高也一路疯涨 到初一的时候 他已经长到了1米90 但即便是这样 手球运动员出身的父母 也没有打算让易建连从事体育专业 就希望他能够首先一点的读好书 读一点书 其实体育方面就是看以后的发展 1999年的夏天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易建连走进了篮球世界 从此中国篮球又多了一个出类拔萃的球员 明天夏天都会搞很多一些传统肺赛 然后就参加了一次吧 然后通过那一次 一个身体教育的一教练发现了我 凭借出众的身高 优秀的身体素质 2002年12月 在一剑连开始正式打球的第三个年头 年仅15岁的他 被招入了广东宏远一线队 开始了CBI的争托 大个球员要打球多的话 会进步比较快 相对小个来说要比较容易起步 广东队和吉林队 在2002年到2003赛季的这场比赛 是一剑连在CBI赛场上的厨子秀 起初他和队友的配合还有些生疏 第一个进球之后 一剑连就一步一个台阶的 逐渐在CBI的赛场上 确立了自己的位置 初来乍到的那个赛季 一剑连作为替补队员 随队获得了联赛亚军 并荣英最佳先人 2004年广东队 夺得联赛冠军 一剑连则成为最年轻的全明星球员 2005年 一剑连已经成为广东队的绝对主力 并且成就了广东南篮的三连冠 他在CBI的篮球生涯 也迈入了顶峰时期 一剑连在联赛中的出色表现 得到了当时国家队主教练 哈里斯的赏识 就这样 年仅17岁的一剑连 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奥运之旅 2004年雅典奥运会 第一场比赛 中奥队对阵西班牙队 一剑连首发出场 当第一截进行到6分14秒的时候 他投中了自己在奥运赛场上的 第一个进球 但这也是他全场比赛 唯一的两分 因为没有 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大赛经验 我当时的气氛当时的压力 发梦了场上 紧张 手都出汗 然后还有两个球都 拖了手就滑掉了 随后的几场比赛 一剑连也始终没能从紧张跟反复 由于怕失误 他的投球经常失去准心 只在对意大利一战中 一剑连抢到了全队最多的七个篮板 除此之外 他的雅典之旅 可以说是黯淡无光 但是作为2008年 北京奥运会的希望之心 雅典的经验 对一剑连来说 却是非常宝贵 自己能有这样的经历 觉得很容易 回来对自己后面的充电赛 比赛训练都 长了很多见识 我信心上都 得到很多帮助 2004年雅典奥运会 中国南兰在姚明的带领之下 闯入了八强 这是继1996年亚特兰大之后 中国队第二次进入奥运会的前八名 关键这战 中国队奇奇般的战胜了 两届世锦赛冠军得主赛黑队 那场比赛 易建连虽然没有上卡 但是他也深深地感受到了 作为国家队队员的荣誉和责任 所以国家队来说是背负一种责任感 责任感更强烈一点 必须要每个人抓自己的工作 教练步什么你就必须要完成 主要最重要以先 以对我为利益着想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和在这之后的国内联赛 让易建连成熟了不少 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在去年的斯坦克维奇州际冠军杯 中国队与巴西队的那场比赛中 易建连让大家看到了它在新一届国家队当中的作用 中国队巴西的比赛 赛前大家最关心的是明智组合的第一次亮相 然而在这场比赛中 姚明和王志志仅仅共同出场了六分钟 而年轻的易建连 无论是和姚明的配合 还是跟王志志配合 都有上加表现 在两大球员都不在场上的时候 易建连更是独打一面 整场比赛 易建连拿下全队最高的19分 12个篮板和两个盖帽 不过2006对易建连来说 真正的考验就是在日本举行的 第15届世界南篮锦标赛 一次比赛比赛是阿姨会 看到自己进步 一场对意大利还算可以 南班抢了不少 后面比赛像对斯洛文尼亚 对波罗里各界防徽就失常了 出了就不当了 然后露防守了 那场上你露一个防守就 可能就会责怪了 这点了 20岁的易建连 因为他身上的国家队队服 使他比同龄人显得成熟的许多 更多了一份责任感 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上 易建连的出色发挥 再次证明了他在国家队中的作品 无论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守的环节上 他都做出了一个内线球员应有的贡献 在姚明不在场的情况下 易建连更是和大志一起扛起了南篮的进攻大旗 以场均16.6分和10.3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捍卫了中国南篮在亚洲篮坛内线的霸主力 现在的阿联展示的不光是技术和身体素质 同时还有心智 易建连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和王志志一起 帮助中国南篮重新夺回了球迷们期待已久的亚运会金牌 2006年的易建连可以说是快速成长的一名 第一次参加市井赛 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这一切都是易建连积累了足够的大赛精英 为踏上NBA征程作者最后的准备 此前中国球员登陆NBA的总共有三人 分别是王志志巴特尔和姚明 如今经过几个赛季的魔力 姚明已经在NBA当中大放异彩 甚至被很多媒体誉为是当今NBA的第一中锋 而大志于巴特尔在加盟NBA之后 却很少获得出场机会 最终不得不回国发展 而此次即将加盟NBA的易建连 他的发展前提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不妨先拿他与姚明和大志 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姚明在NBA的成功有着许多特定的因素 首先姚明是作为状元秀的身份被火箭队选中的 他自然得到了球队上架极高的重视 和足够的出场时间 其次2米26的傲人身高 让他哪怕仅仅是站在篮下都足以给对手巨大的威慑力 而这样独一无二的优势是其他登陆NBA的中国球员 所并不具有的 另外极高的语言天赋也帮助他很快地融入了球队 让他能够准确清晰地贯彻主教练的战术意图 相比刚刚加盟NBA时期的姚明 2001年的王志志显得更为强大 无论是外线的三分球 还是篮下脚步移动和背身强打技术 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即便如此 在进入NBA之后 大致还是苦苦挣扎 历经艰辛 抛开性格 身体条件等其他因素不谈 技术特点不够鲜明 也是许多NBA专家 认为他没能在NBA联盟中 获取更大发展的主要原因 从技术特点上来说 义剑连与王志志的特点有点类似 同样能打中锋和大前锋两个位置 同样拥有出色的内线技术和稳定的中投 而且阿联还拥有姚明和大致都不具备的 出色的弹跳力和爆发力 美中不足的 则是义剑连单薄的身体对抗能力 不过这个问题 球迷们似乎并不担心 要知道 姚明刚刚加盟NBA时 同样非常瘦弱 不过经过几个赛季的锻炼和比赛之后 姚明的身体开始变得非常的强壮 相信义剑连在登陆NBA之后 同样能够很快解决力量上的问题 可以说现在的义剑连已经成为了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有人说阿联有着巨大的潜力 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姚明 也有人说由于阿联的对抗能力欠缺 所以很难成功 那么在NBA阿联的前景会怎么样呢 又会面临哪些困难呢 让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 专家是怎么说的 义剑连能否立足NBA 我觉得他有这个天赋 从身体素质来讲 比较年轻了 有发展的潜力 我觉得一开始会能够在NBA占能脚军 但是他在真正的身体对抗方面 还是有所欠缺 所以这需要他在NBA不断的磨脸来决定 他自己拿了三届总冠军 这一次又打到了这个总决赛 应该说是从心理上 从技术上各方面 已经非常具备这种出去的一个成熟的条件 所以对阿联来讲前途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以一剑连目前他的这个实力 目前感的这个时机 那么和他这种就是这种在球场上展现出来的个性 和他打球当中体现出的性格 我觉得在NBA应该定义为一个就是比较坚实的球队的替补球员 义剑连即将面临哪些困难 因为他的身体的体重 他的力量和NBA的要求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真正比赛当中对抗性 他会遇到一些困难 第一个大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也是他们前面几个就是前辈 就是说姚明啊 大致他们都遇到的就是外语 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尽早融入球队的激战术的讨论 被教练接纳认可 并且唯以重任是非常快的 就看他能不能尽早过这一年关 叶连是比较闷的 比较内向的 就是他可能非常不喜欢说话 包括他自己也说 就是我不喜欢用这个语言来表达我的想法 但是在生活当中 就是你的这种内向的性格 你放在一个队里 你首先需要让队友了解你 了解你的能力 了解你的喜好 了解你能够成为什么样的球员 包括你的教练 因此我觉得就是 这个性格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一千年将在第几顺位被选中 因为就是说NBA他在选秀的时候 要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可能是根据我的需要 或者是根据我选来了 我和别人交换 或者是我选了不用 我不让你选 有很多很多因素牵扯在里面 虽然现在就是这个模拟的选秀 他在第六第七位 第八位在这儿徘徊 但是真正能够第几位选很难讲 根据今年的这个就是选秀的前景 今年的就是好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相对来说 今年是一个大年 最近有很多球团来看 阿联确实在这个机会赛那种展现来看 那种非常全能 就是射程很远 有缺点 但是是可以提高的 那么目前第十到第六是比较适合他 从选秀的心理来说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伎俩 就是说我想这个挑一个球员 但是我一直在说A好 可是我心里其实描的是B 因为我不希望别人把B挑走 这是一个就是总经理们在 NBA球队总经理们在选秀前 普遍具备这么一个心理 但是以一键连的 以他的大赛经验 我觉得这是他很重要的一条 再有就是一键连确实很年轻 他身后也有巨大的中国市场 因此我觉得一键连应该会在 就是应该会在前十位之内 虽然一键连